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补皮寿司 加上一杯茶 放个小时见 现在新站线已经到了记录 我现在要往记录程去 下车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的行李存上 这个好多箱子啊 你看有大型的中型呢 就非常方便直接存进去就好 那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100块钱的硬币 但是那边就有换币的地方 所以就非常方便 重起来 我现在就可以出去玩了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车厂 我们重新到大阪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基督这个车站 然后下车站就看到很多基督这个城市的各种各样的画标志吧 还有旁边就是基督厂 我们就一个主向的 这么大 我一会儿会怎么爬呀 那边还有照相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公主的轿子 就一下车就感觉 哎 蛮有气氛的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基督厂吧 走吧 去基督厂还特别方便 从地底站出发 然后走过一个天桥就来到一个七八九号的站台 然后就算在基督厂所有的公交车都能够去到基督厂 据说坐两站就可以了 看谷歌地图上这边说一人100块钱 看一看到底多少钱 前期不太想花费很多的体力 所以我们就决定坐公交车去了 你看前面都是在排队的 我们现在到了基督厂 从地铁站出发 真的只要两站地就可以到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方便 不过 闹了一个笑话 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 日本这边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它是要从后门上车 前门下车 然后你上车的时候呢 是不用付钱的 下车的时候付钱就可以了 每一个人100块钱 如果没有整钱的话 它前面还有一个找零的系统 但是这些操作都是在下车的时候才做的 下一次我就知道了 走吧 我们现在是在鸡路城前面的小吃店 然后我点的这个叫什么冰味套餐厨 然后这边有一个欢冬煮 看起来样子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周围的都是日本人 我们先来尝尝味道 很快的已经把这一份吃完了 我觉得点的稍微有点多了 其实这一份面就应该给我们吃了 不准备是分工主 因为闻起来挺香的 所以想想的 整体来说就还好 但是在鸡路城里 其他面满着正节点 然后你家这样的小店 可以吃一顿肉和咕嚼的肉和咕嚼 哇 你看这边好多学生啊 都是去鸡路城的 好 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启了鸡路城的小旅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门口了 现在是十月份 好多的小学生 初中生也在这个地方游玩 然后刚刚调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都有什么特殊的传说 说是这个鸡路城是日本的七天守之一 是目前为止 日本保留最好的一座城了 还号称日本第一城 然后这座城呢 之前是 其实为了打仗修的 但是这里一直都是非常和平 就战火都从来没有波及到的地方 但在二战之前呢 发生了好多次战役 但是城镇不是投降了呀 就是放弃了 撤军了 就从来没有打到过这个主城 所以它的保存一直是完整的 现在还是木制的结构 只是最近这几千年 休憩了一下 外面的墙是重刷的 然后说二战的时候呢 美军轰炸基路室 然后这周围都被轰了 只有这个基路城没有被轰炸 但是啊 说说从天上掉下去 就从这里掉下去一个亚弹 但是 堕落到地板上 却没有爆 是一颗亚弹 所以这个 几乎就是没有被损害过的 就大概几百年前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然后一会儿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在回廊参观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关于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公主 德川千姬的介绍 包括她的生平 生活用品 还有化妆间 衣物等等的展示 听姓氏就知道 她是德川家的女儿 在她只有七岁的时候呢 就被送到了大阪城 与封臣秀赖 也就是封臣秀吉的儿子 进行正式联姻 可是在千姬嫁进来第二年之后 封臣秀吉就死了 于是德川取而代之 成为了日本的大霸主 然后12年之后吧 大阪城被攻陷了 然后千姬被德川家的武将给救回来 并逃回了德川本家 尽管千姬设法地求家中长辈留秀赖一命呢 但是也没有能卢怨 她只留下了秀赖的女儿 在德川家康过世之后 千姬守寡一年 又在自己家人的安排下 嫁给了本多中客 四年迁路到纪录城 之后她都是在纪录城生活 接下来的几年 算是千姬人生当中比较幸福的几年 她有了女儿 又有了孩子 又跟丈夫的感情很好 可惜呢 幸福并不是永久的 之后她的儿子 女儿 丈夫 婆婆 母亲 都相继的过世了 这个给千姬造成了非常大的情感上的创伤 于是呢 千姬就出家了 浩天树苑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你看 现在是往上跑 往上跑 跑跑跑跑 哎 怎么往下了 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如果有兵打上来 然后她一直是往上跑 她就会以为就要走到天手口 走到城顶 但是突然间 你看这是往下跑了 她就会以为 走错了 这是一个小机关 她就以为走错了 走错了 不能往这边走 然后就继续往相反的方向跑 但是其实这一段呢 才是真正通天手格的路 先向下 然后走走走走走 然后再开始向上 就是这么一个守城的小心机 这个地方挺有意思 你看 从下面爬上来 如果是有兵宫打进来的话 这是有门的 然后啪一下子就关起来了 因为它是从下往上宫 这个地方就很难推出来 这是挂武器的地方 特别像是古装鱼里面 有武士冲通通跑过来 然后直接拿走 好累啊 我现在都 感觉爬了已经四层了 然后每一层都特别的抖 然后好几层的光线都特别不好 我现在就大概理解了 看日本古代小说的时候 公主就讲 说 她的人生是幽暗的 看不到光的 我说你觉得天天在这个地方待着 那可不就是幽暗 看不到光吗 然后 我之前 看过那个小说 听到公主就抱怨 说在城主阁 然后向远处眺望 然后看见庸人在干活 吸水扫地 她就特别羡慕 当时我就不太理解 这种羡慕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大概能赶进去来了 你看她这个 它就这么一个窗 如果是公主在里面不让出门 然后 看到外面这样白白的 亮亮的 然后人是自由的 那可不特别郁闷吗 所以当公主并不是那么好命啊 这个神社供奉的应该是 基督城里面住的那大妖 长臂打着 这个据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个神 她保佑了基督城 这么多年没有被战虎所影响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走的大昌廊 然后外面是居民 很远处是山 真的很漂亮啊 外面有多漂亮 感觉住在里面的人就有多寂寞 旅行最后一步 盖章 我最喜欢这个鸡面炸 就是收集品 就是这个鸡面炸 就是这个空间的 也就是它 十分之小 以后 也就是鸡面炸 那个也是 鸡面炸 还是 肯定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